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顺带来的 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 这个IGV对战老干爹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中间的休息时间 也非常短 几乎就没有休息 几乎就没有休息时间 每场比赛都是一开始就上来了 那么今天 这个天天看小浣熊 大家可能也是看的会比较有一点点 这个 审美疲劳 咱们今天换一个 临时换一个吧 我今天来临时换一发 换这个吧 一副死于眼 咱们来这个死于眼怎么样 不过这个表情确实不太丰富 算了还是换小浣熊吧 来咱们换回来 换回来接着看这个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BP IGV这样比赛是一周抢了一个大鱼 而且是搬掉了拉比克和黑鸟 老干爹则是搬掉了一个蝙蝠和一个赏金 看一下前领手的男人 会不会去抢一下小狗这个点 因为如果你不拿狗的话 IGV肯定是要拿狗的 你要不拿狗的话 IGV肯定要拿狗 你可以去选择去拿一个隐刺加狗 隐刺这个英雄 虽然说在面对大鱼的时候容易被点灯 但是呢 隐刺在狗的情况下 是对对方还秒杀能力还是比较强 另外就如果你真的还是放这个 放鱼狗的话 你自己又拿不到拉比克 那么这个可以考虑一手去抢一个沙王 沙王或者斧王可以拿一个 上位场比赛 老干爹的前期的一个对线期 并没有什么问题 回答一下直播观众的问题 拉比克为什么克沙王 这个拉比克并不是克沙王 直播就是说拉比克可以去偷穿刺 因为穿刺这个技能 为什么现在拉比克一般会拿出来 去打黑鸟和沙王这两个英雄 因为现在沙王的加点方式 这一般是主要穿刺和被动 而且铺沙子的这个技能 在团战的时候使用出来的概率比较低 所以拉比克就偷这个沙王的技能的时候 80%以上的概率是可以偷到穿刺 有的时候偶尔可以偷到大招 偷到铺沙子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在打黑鸟的时候 黑鸟的技能是一个大招和一个替 它只有两个主动的技能 那么唯一能够偷到一个技能就只有一个 这两个技能就是90%的情况下 是可以偷到他的这个关 而且这个技能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 拉比克在拿出来面对这两个英雄的时候 是可以给对方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然后这场比赛果然IGV还是拿出了鱼狗的组合 老干爹继续去搬掉沉默 那么下一手英雄刚准备去搬谁 这一手搬人不太好猜 IGV选择是拿出了一个 搬掉了一个小拿家 老干爹在第二手是掏出了一个土猫 这个土猫应该是给M99去用 那IGV这回没有机会去拿土猫的话 上一场比赛的阵容 可以考虑搬一手Tinker 真心是可以考虑搬一手Tinker Skyla这个点 其实他的Tinker打的应该算是 现在Tinker这个英雄真的如果自己不打算抢的话 还是搬了 这个英雄真的挺讨厌的 真的是挺讨厌的这件事情 第三个第三周老干爹还是不信啊 果然是搬了Tinker 搬了Tinker拿了一个剃刀 还是对T刀 那就看大哥被拿谁了 IGV选择在第四周搬掉了一个LUNA 这个阵容的话不好猜了 IGV现在的这个阵容是不太好猜的 但是同样他们自己现在拿人也是不太好拿 拿了一个LUNA 这个LUNA加上大鱼加上狗 IGV这场比赛就从他前三首英雄来看 IGV这场比赛要黑 因为LUNA加大鱼加狗的这个组合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LUNA和大鱼这两个点 虽然对于对方局部的骚扰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同样的他接团的能力太差 现在IGV这场阵容接团的能力简直是差的不行 而且这场比赛他们很有可能会面对一个AME的电棍 面对一个没必的链金 如果第四手老干爹不选择去拿链金的话 IGV第五手是一定要去扳掉这个链金的 现在IGV的这个阵容 他们虽然说拿就是杀链金的话 有一个大鱼的剪甲 这个是一个好事 但问题就在于你还要同时去面对对方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个 已经拿出来了这个伤筒了 有可能会产生的就是你狗在第一时间如果秒不掉 哎呦拿了一个冰魂IGV这一手拿的坏啊 他就是防了一手你的链金 我在第四手直接拿一个冰魂出来 这样的话我就第五手不用去扳你的链金 不用去扳你的链金 那最后一手的这个中单位 老干爹可以考虑去扳掉一个卡尔 可以扳一手卡尔 因为卡尔这个英雄配合冰魂配合 呃电魂 尤其是配合冰魂 这个冰的火卡在前期给上一个极度冷却 冰魂给上一个C 再加上立丸的这个骚扰 在前期的一个击杀线上击杀能力太强了 这个很难有生存空间 老干爹这场比赛 我估计八成有可能是AME的一个电魂 中单位置有可能会交给MAYB去打 MAYB这场比赛打不了Tinker的话 中单的有可能会交给MAYB打一个蓝猫 蓝猫这场比赛的一个发挥空间还凑合 还凑合选择搬了一个帕克 搬了一个帕克 那真的有可能要打蓝猫 打蓝猫或者卡尔 这两个英雄可能性非常大 反正老干爹这个搬掉了陈末 第三手搬掉陈末 最后一手搬掉了金龙龙 这个选择应该是在给自己的一个法盒中单去做铺垫 可以来看一下 IGV最后一手可以考虑去办一个法盒中单 现在他们这个阵容是真的已经不夸练金了 大鱼一脚跳踩 加上力王给一个握狗的减速的 加上冰魂的一个大招 这个练金是没有输出空间和生存空间的 老干爹最后一手 九成的有可能性会拿一个法盒中单出来 IGV最后一手也有可能会拿一个法盒中单出来 可以再拿一个蓝猫 IGV这个阵容可以拿一个蓝猫 就是他可以蓝猫带狗 然后力王也可以带狗 大鱼也可以带狗 然后他们就没有人发育了 然后他们就输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在他们前三手拿完英雄以后的这个预判就正确了 IGV现在如果想增加自己的团战 或者推荐的一个成功率的话 最后一手可以拿DP DP这个英雄用来去打老干爹的这个阵容也是不错的 不管是打斧王还是打对方的电棍 这个DP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是想拿一个老虎 斯嘎大老虎最近的发挥应该说还算是不错 老干爹最后一手不估计九成的可能性会去拿一个法盒中单 他现在的一个物理再去拿物理的话 这个生存空间会比较成问题 法盒中单有一定的位移技能 或者说位移的效果的 哎呦 拿了一个火猫 没必这是要想要一位九的一个节奏 火猫这场比赛真的不是什么好选择 火猫虽然是一个物理型的英雄 但是他的输出方式是很像法系英雄的 就他不是说我走上队以后去跟你平A 他的前期输出靠火盾 靠阳炎锁 呃 后期输出是靠无应权 虽然他称的是物理的属性 但他的输出方式其实跟法师是很类似的 而且这个英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脆 很脆很脆 来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这个由于比赛整个的一个过程 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去构成的 我们并不能单纯的去以 一个或者两个英雄的这个选择 去看出来什么 像上一场比赛就是本来是很好的一个节奏 对于老干尼来说 本来是稳步发育 接下来对方这个狗的输出空间 生存空间是很成问题的一个点 但是就是由于几方的一波失误 一波巨大的失误 导致被对方一波直接团打得透不过气来了 虽然最后是强行拖到了20多分钟 但是两场比赛本身的结束时间 其实十几分钟就已经结束了 我一会就会看出来的 但是我会看出来的 对方的输出空间是很成功的 如果有点可能是很成功的 对方的输出空间的输出空间 我们会看出来的 是很成功的理由 这场比赛我们会不到这个比赛的进程当中 老干涅的这套阵容体系其实挺完整的 如果说团战打好的话确实很厉害 而且对方的这个阵容目前来看的话呢 是一个三进战 鱼狗这个组合如果说第一时间被府王吼到的话 这个是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打崩的这两个人 这场比赛的核心应该是看AGV的先手能不能找到火猫 就是不管是在前期还是后期 他们的先手如果能找到火猫老干涅这场比赛就崩了 找不到火猫他们自己就崩了 看看撒粉撒粉撒粉撒到啊 这样减速直接交易血 这波虽然说带粉的人并没有走到第一个 但是由于粉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 而且隐私过来的这个位置不太巧 他走在这个位置破的雾没有视野 刚才走到这儿以后是没有对方视野 对方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离得又近了一点 撒了一个粉来得及 如果说隐私第一时间回头的话 按照土猫当时的那个位置撒粉应该是撒不到的 这个就是AGV这场比赛开局的一个隐私的位置的不太好 运气不太好确实是感觉 那这里一根键没有收到 隐私上来是骚扰了一波不过问题不大 这过来是小智子过来帮着帮忙去弄了一下这个符 但是从中度的对剑来讲 火猫在前期 虽然说是出了一个穷鬼断 不过这个血量的压力确实还是稍微有点大 如果隐私多过来去骚扰几波 把这个真眼相互再克制一下的话 这个血量上还是有一些危险 AME的电棍在上路也是直接出门一双鞋 然后带了很多的树枝 全属性加四 这场比赛并没有放对方的这个狗去空拨 下路这场比赛从分路来讲的话 老干爹是占了一些优势 上路狗在面对电魂的时候想发育是很难的 中路的火猫虽然打老虎是稍微费点剑 但是基本功能上面maybe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看他血量能保持到什么程度 自己在前期不要被耗掉太多的血量的话 自己把这个瓶子赶紧补出来 那么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不太大了 老虎想要去秒这个火猫是比较困难的 有火盾的情况下 他的这个魔法爆发打不出来 光靠平A想去杀火猫难度还是有一些 尤其是在对方出群鬼盾的情况下 大鱼在下路就面对 哎这里换路了 果然IGV是选择换路了 IGV换路的话 看一下老干爹要不要就顺势也调整一下 也果然老干爹ME也是一张TP直接来到下路 就是要怼你这个狗 IGV的这个阵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缺输出的点 他们的两个酱油的输出都是不太稳定 大鱼也不是一个输出型的三号位 他就是一个不断的去控制的一个三号位 老干爹这个阵容的一个输出能力要强很多 土猫这个点的输出在团战的时候 如果说队友给的配合足够的话还是有的 那就说下路现在变成了GAME和狗的一个对单 哎中路这一波给上一个窝 大鱼包过来一个踩 踩住 Mayby是提前吃了一发先离火 土猫滚过来以后一脚石头 Mayby这波还是要死 一个星落一个普攻直接带走 M99土猫前期这个英雄 他在输出支援方面的一个能力 还是显得稍差了一点点 而且刚才由于火猫的位置 已经是被对方大鱼逼到了一个 没有办法回头的一个位置 想再往回走的话距离太远了 对方小狗再次进行了一个换路的调整 看一下电棍还要不要去 AME要不要去 AME这应该是还要去 去买TP了 下路又是交给了双动龙 先补一波 这一张TP已经摆在身上 因为这样去跟你互换的话 我并不是很亏 就是从中路的这个英雄的carry能力来讲的话 火猫carry能力跟火猫 跟这个现代版本的老虎相比的话 是不相上下的 现在下路电棍没有走的一个原因 这边没有合适的人过来去换这个位置 上路呢 现在腐王的位置选择是去打了一波野 中路的火猫现在跟老虎的一个对见呢 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军事 虽然被击杀了一次 但是捕刀方面没有落后太多 隐次跑到野区去跟着这个腐王 去蹭一蹭经验 就拉一波野 电棍又是来到了上路 电棍来到上路 接着找你这个狗 这张比赛老干爹打得很坚决 就这场比赛从 这个节奏来说已经想好了 我就是要去钢你的这个狗 绝对不让你发愈踏实了 M1这个位置被给上一个握一脚石道 提运对方的隐次 这个没有选择转头给吸攻击力 这样互换的话 两边就是一个互相伤害的时候 说白了 这样吧 最终是先放弃的 肯定是狗先放弃 因为他来回这么去刷的话 他跟那个电棍没法比 团战的时候 这个狗的输出 就非常依赖装备的 电棍我可以没有多少装备 我可以装备不多 我装备就有一个 只要我的移速能跟得上 我团战的时候 自己第一波伤害 我不要去吃 我就可以打出来 足够好的一个效果 这里火猫给上一个捆 但是自己的状态 还是被耗得比较残 好在火盾已经有了三节 顶着对方这个双发星落的伤害 这样双方在中路的这个 这个对线啊 如果不考虑火猫 被对方游走击杀的话 确实 maybe还是应该是占优的 小狗现在为止的一个捕刀 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刀现在只有21-2的一个正反捕 而电棍是有23-14的一个正反捕 反捕非常非常的高 这波应该是引刺 又是过来 游走了一波钟 看一下是中路的这个火猫 老虎这里现在蓝是够的 跳过来的一个双发星落 再加上一根箭的伤害是够的 这里给上一个握 双发星落砸下来 火猫这里有三根 三个影子 他应该是想爆 没有爆到 nice啊 斯卡这波亮了 火猫的这个爆影子 居然是被一个跳给躲开了 这样吧 Super这个上落是被电动棍吸了很多攻击力以后 最后的一个普攻直接带走 吸了168点攻 这一个普攻的伤害直接是爆炸了 那么下落的对线方面 果然这个狗现在是放弃了 不停的去换落 自己回到家里面是补几下 顺便拿到自己的一个橡胃鞋 Maybeat这一波虽然说没有能够成功击杀掉对方的老虎 但是这一波双方是拼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结果就是两个人都回家需要去补了 两个人都需要回家去补了 小智这一波应该是选择要送塔 诶 这根剑 我去这个Scar这根剑亮了呀 这根剑亮了呀 这本来这一波是 这个双头龙是想送塔的 但是被对方老虎这根剑把走位给封死了 双头龙这个英雄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转身速率 他这个转身速率真的挺要命的这个英雄 转个身转一年这个英雄 这小狗开启了自己的橡胃鞋 但是还是被吸到了 吸掉了78点攻击力 这个小狗一共也没多少攻啊 那小狗一共74 技术攻击力 这个熊猫二人左 插了一个眼 应该看到对方的这个冰魂了 诶 这个冰魂站在原地没有动 捆 捆住啊 那这样的话 Scar这波死了 临死之前扔了一个C 给火猫再挂在身上 那这火猫完全不掉血 下落这里是同样对对方三号位的机星 是动了一波手 机星这里能不能吼出来 吼已经吼过了 一个斩 漂亮 隐刺这波为自己的这个年轻啊 自己年轻付出代价了 因为他们第一波魔法爆发 打不掉以后只能是靠平A 平A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斩的这个转呢 确实转出了很多的伤害 这样呢让斩王找到一波 接下来拿了一个单杀金箭 这样呢斩王其实这波并不是很亏 虽然对方的隐刺只有三级 但是单杀这件事情 毕竟还是转 斩王这里来到八级 绿鞋加上先锋盾 一个冰墙 定住了对方 不过身上好像是没有粉 有粉的话这个隐刺是可以杀的 这样人动数来到4比3 出击的对线 老干爹还是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现在斩王的经济是全掌第一 火猫跟老虎两个人差不太多 电棍的经济是稍稍落后一点 狗的经济已经是崩盘了 狗这样比赛的经济已经是崩了 他现在要是想把经济补回来的话 要是要赶紧把自己的这个 赶紧就去适当的钻一钻野 因为他现在这个张位打野的速度还是不慢 而且他加的是一个二级的盛宴 他加的并没有选择把四雷山狗加很多 二级的盛宴 加上他现在的这个葡萄斧的话 钻野去打野的一个效率应该不低 小狗现在也是在下路 在下路去补一补自己的发育 但是对方现在已经开始秋节 B级波人开始推塔了 火猫的装备这样比赛 未必也没有选择一座飞鞋 跟AMB两个人一人做了一个相位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前期要开始准备跟你怼了 这场比赛现在是鱼带狗 这个引刺带狗 引刺带狗过来遇到了一个斧王 这打不死啊 这引刺带狗这哥打不过这浮王 这先锋盾的浮王现在 一个A的大招砸下来 但是并没有能够碰到 这个真的打不过 你不要动手啊 你不要动手啊兄弟 不要动手啊 这打不过呀 你这个 这个引刺带狗 你这哥俩现在都敢动这浮王的手 就是被浮王一波双杀的节奏 这浮王灵性的一吼 这灵性的一吼怎么办 哎 机型这里被卡位了 意识到了 反应非常快的一个吼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 给上一个握狗封出来 老虎给上一箭 猪 nice啊 给上一个双发星落 这波的击炸也是非常漂亮 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斩 没有斩到 但是AME支援到位 一个封路的兵墙 没有封住 对方的狗是选择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另外一条路线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还是要死 开启大招 刚才是钻了自己的队友 这个开启狂暴梅兰PP 好尴尬 这里拒绝者应该让选择 想要去送对方 或者送泉水了 最后还是被火猫收掉这个人头 这波雪崩了 哎呦好逗啊 这两个人 这波打的 老虎刚才这根剑 却接的位置非常的准 这样呢 老虎的节奏还是保持下来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呢 老虎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刚才 斧王的这个灵性的一个吼 反应速度 如果他再能快0.1到0.2秒 把这个吼摁出来的话 都已经吼着对方的隐私了 而且这绝对是一波击杀 因为身后跟着两个蛇人 这狗好郁闷啊 刚才 开启狂暴以后 差无点来 用不出来放不出来TP 好尴尬 这波开吾 我看一下 又是这个熊猫人组 火猫加上土猫 看看这哥俩的一个开吾的一个效果 来到对方家的野区 但是并没有看到人 可以从这个位置走过来 可以从这个位置走过来 对方所有的人都是在下边 这个位置看了一波 我这样的话 第一个动到手的人 有可能是会找这个AIME 或者找双头龙 老虎这个位置应该是要 手的A的一个大招 扑出来 选择是找了一下野区的这个斧王 隐私过来 这个大招没砸到 有点可惜 这里土猫滚过来 找到斯卡拉 这波苗漂亮 对方最肥的这个老虎之夜被击杀 老干爹这一波的击杀 还是土猫这个先手给的非常的果断 双头龙这个英雄作为一个后手 去接控制技能的英雄 还是非常的好用的 那么这个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呢 来看几次交战的结果呢 来看几次交战的结果呢 都是老干爹小转 尤其是Maybee的火猫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节奏 虽然说现在经济只排在第四 但这个也是由于他经常 哎呀这一波扑了 撒粉撒粉 我的哥跳红 还是找对方的老虎 再断你一波节奏 沉默给上一个斩 漂亮 两波连续断掉了对方的老虎节奏 现在老虎的经济已经落到了第四位 而且这一波击杀以后 可以顺势再推一波线 有可能再就耗一耗塔 这样Maybee的经济呢 就又是可以跟对方的老虎拉开一点 下路AIME的这个电棍 对方这一波看一下 隐次包后的话 隐次包后并没有带狗 狗还在上路选择去补自己的经济 大鱼也在补经济 大鱼现在没有做出跳刀 所以这个鱼狗的组合 并不能打出效果来 隐次带狗 目前想单杀对方的人有点杀不掉 因为这个狗装备太差秒不掉人 拒绝者的狗这场比赛 13分钟连自己的B张都还没有拿出来 这样拆掉对方下路一座一塔 这个杀人拿塔的节奏已经打出来了 看一看能不能够继续把这个 比赛 能不能继续把这个比赛的 这个优势给扩大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已经是老干爹领先了 5000加的一个经济差 激星的斧王现在装备也非常的豪华 全掌经济第一 14分钟6400的一个斧王 这里A一个大招砸中了两个人 效果还可以 但是对方最关键的这个斧王 还有火猫并没有中 隐次在侧面再找机会 下路二塔也是直接被拔掉 那这样的话下路两个塔连续被拔 几方的人并没有来回防 从小口这段时间的发育的节奏来看的话 也并不是很理想 回家是补出了自己的一个避章 那这个二塔应该是要考虑去钻人了 大鱼应该还是在摸自己的跳 要刚刚摸出来 那这一波应该是大鱼加狗的一波比较好的节奏 其实还是隐次带狗好一点 就从现在的这个节奏来说 因为大鱼带狗的话 大鱼要进去打先手 隐次带狗的话可以说 隐次带狗进去找第一波 然后大鱼给跳踩去接技能 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这样会稍微好一些 这波应该是 这一波老干爹也是打算 趁着现在有优势 不打算跟你耗 这里防一个跳猴 吼住位方 两个人 一根剑 这个大招 给的位置不错 但是后续的伤害 火猫直接三回爆进来 伤害非常的足 这里一个TC 定住了斯嘎 这个老虎还差一刀 还差一刀没有砍出来 差一点点这个伤害 MJ一个F极限伤害 杀掉对方的狗 这波对方是一波雪崩 IGV其实这波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小狗的B张 大鱼的跳刀第一波机会 而且冰魂的A的大招 也是砸中了 府王和土猫两个人 但是呢 也只是杀掉了这两个人 几方唯一的好消息是 老虎这波没有死 老虎这波如果死的话 这就有点崩了 老虎这波没有死 不过MJ的经济 这波又是提升了一些 而且电棍也没有死 电棍的经济 现在超过了几方的府王 来到全场第一 装备在向位鞋 这场比赛主要 老跟爹也没有打算给你拖 并不打算给你打这种对刷的局 前期AME还有中单的火猫 两个大哥都是选择了飞鞋 都是选择向位 这两个都可以第一件 出飞鞋的英雄 全都是出了向位这个道具 火猫在出完向位以后的第一件装备是选择先补了一个夜叉 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打算要做一个分身斧出来先 先做一个分身斧出来以后 去防止一下对方的这个鱼狗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雾狗的组合 隐刺还在逛街 在对方这个地方插了一个眼 隐刺这张比赛到现在为止存在感还是稍微有点弱 主要是对方这个阵容 这个扫描是扫到了 扫到了对方的人 但是对方并没有在打盾 只是扫到了对方这个里面 哎我防这个跳往后空了 撒了一个粉并没有看到对方的人 这有点可惜 把这个真眼插上 但是对方这儿假眼没反到 差一丁点 隐刺的这个位置看一下 这个附近有没有可能会插眼 老虎这里是做出了A仗 隐刺现在的这个血量 就是吼住了以后 转两下就可以斩了 老虎现在的血量也并不高 只有1300 一波开窝 看一下这个鱼狗 加上老虎的一波开窝 隐刺在外面逛街 这样的话等于是五个隐身 第一目标应该要选择 找这个小智的双头龙 小智双头龙直接的停塔下 不出来了 这要直接越塔强杀吗 直接要到塔后强杀吗 这小智这个位置站的 真的是够坏的 正好没有视野 这个位置 所有的人都选择藏在树林里面 这直连上路火猫都藏树林了 老根天这一波这个执行力 是能够看得出来真的是到位 所有的人在对方消失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去贪 哪怕一个小野怪 就是要等 你不露头我就不出来 你不出来我也不出来 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乱动 这样中路露了 中路露了可以出来刷钱了 这上路的火猫也是上路的刷钱 所有的队友都是在往中路准备去救 那么一张TP落下来以后 AME的这个剃刀 其实他现在并没有 从装备角度来讲 他其实没有这个落下来 去扛对方输出的一个能力 但是呢 就是有这个底气 来看一下双方经济走势 目前老根天把经济的优势 稳定在7500左右 经济方面领先的并不是太多 但是呢 经济在经济领先的情况下 经济只要不落后就可以了 如果说经济领先了一些 但是经济反而落后 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你的装备领先的优势 有可能会被对方技能等级领先的优势 给弥补掉 这种情况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对方可能一些核心技能 到达了核心的这个时间点 比如斯文的二级大和三级大 这个就是一个大件的区别 斯文你在有 100多将近200 就156的基础攻击力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时候二级大和三级大 就是顶一个大件的输出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经验跟经济 如果只有一头领先的话 这个比赛就说明是有问题的 这个V是看到你来推打 所有的人跑过来趁机偷一波盾 他们借着大鱼的这个减甲 还有小狗现在的一个输出 是跑过来打一波盾 但是小狗现在的这个装备 其实还是比较差 自己的安眠还没有拿到手 这波老干爹意识到对方在打盾 但是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晚 对方应该是已经可以把这个盾打完了 AME顶在前面 第一个这个盾已经是要打掉了 打掉以后 AME这波没有选择撤 硬上了刚给吸攻击力吗 王跳吼 吼住先把小狗低挑命打掉啊 没有选择把低挑命打掉 两个人中了一个A的大招 火猫第二时间切入 直接秒掉老虎和冰魂 那只剩一个狗 那这波IGV还是崩了 火猫这波硬生生来到战场以后 把对方所有的人全部都击杀 再杀掉一个狗 电棍这波无人能挡 这个电棍是完成了一波三杀 小狗的暗面还是没有做出来 王那个斩有点可惜 没有斩死这个狗 但如果斩死这个狗的话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走不掉啊 这帮人啊 双头龙小智的这双头龙 把大招铺上以后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开团 跟你硬打 而且把你定在这跟你打 老干爹的这波团战是凸显了 电棍这个英雄的一个价值 就是我电棍第一个波冲上去以后 你的点控技能 如果点在我电棍的身上的话 你是会被净化 所以不是轻易的 就可以去给这个电棍点控的情况下 IGV的第一个攻击目标选择会很乱 在他们犹豫的一瞬间 就有可能会被对方斩王 加上双头龙的这个组合给干掉 这场比赛现在人头数是一个15比6 而且这波盾打完了以后 IGV虽然说是拿到了这个盾 但是呢也是直接被对方给它打掉 而且狗是再次被击杀 人头数来到15比6以后 经济方面这波结算完了以后 应该是可以到达一万加的一个差距 这场比赛应该是不出太大的问题的话 应该老干爹可以拿下了 火猫这里果然是第一点先出了一个飞神斧 直播的观众表示说 这个单刀有可能不会往上合了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对方的这个雾带狗的组合 如果你没有分身斧的话 是有可能直接被这个雾狗组合给秒掉的 但是雾狗组合 但是雾狗组合如果你面对你出一个分身斧的话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让这个狗失去攻击目标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走出这个雾的范围 那么你就可以比较安全的去脱离对方的这波击杀 面对鱼狗组合也一样 鱼狗组合的一个击杀 主要是依靠这个大鱼采完了以后的点灯减甲的一个效果 然后小狗一波爆发 这样呢你可以用一个分身斧解掉 只要在这个大鱼采住的悬晕时间里面秒不掉 那么再想杀这个就肯定是杀不掉了 除非你三个人一起来 那这个火毛一般肯定是死定了 那这场比赛 选择出这个分身斧也是专门为对方这个阵容量身定制的 22分钟现在这个阵容 对方是选择要去 哎呦这个火猫这都敢往下落呀 这真是欺负对面没有BKB 你敢出上来的话 我就直接是一个冰墙加上一个大招铺在原地 然后我火猫在外边只要留好魂的话你杀不掉我的第一波 老虎过来以后爆发打不掉这个火盾 或者勉强可以打掉这个火盾 但是呢打不出伤害了 想杀一个火猫 如果你把所有的技能都焦了的话 那我的斧王跟电棍这两个人来了战场 就是又是一波收割 所以现在从整个场面上来说 IGB已经不是很好选择他们的第一攻击目标了 小智跟斧王这两个点 只要第一时间别被找到就问题不大 这个团战就很好的 刚说完就是一波绕后啊 刚说完就是一波绕后啊 开悟加老虎开大 斧王跟土猫两个人在后面断后 看一下第一目标选择应该是要秒这个土猫 大鱼角踩空了 踩空了这一脚 双头龙的一个冰墙的大招 打出了无数的伤害 小狗这一波也是直接被把攻击力吸光 最后一个无影拳直接干死 零换三 斯嘎拉的老虎这上来给一波伤重星落的爆发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方这拨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这拨团 这个鱼狗啊 这脚跳踩踩空了 真是 真是一下都把自己给卖了个干净啊 这拨定住了 定住了 这个老虎直接被秒 王再次斩空 再次斩空 还是被没必的火猫拿到这个人头 这样啊 没必的蓝猫是火猫来到519 对方也是打出之间 那这样啊 恭喜老跟爹 这场比赛 是比较稳健的就拿下了 那么扳回一局 我们就可以非常愉快的来看到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好了 这场比赛整体的需要总结的东西呢也不是很多 整场比赛老跟爹还是发挥的比较稳健 没有出现像上一场比赛那样严重的失误 或者是严重的运气不好的情况下 那么这支队友整体的一个实力还是值得我们去信服的 好了 这场比赛的录制呢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赛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一波 好 我们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感谢各位